圣经里其中一个让人感到惋惜的人物 就是以扫了 他明明生长在一个蒙恩被神拣选的家庭里 也深得他父亲以撒的喜爱 但他到最后却没有得到长子应得的祝福 创世纪27章告诉我们 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 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回答以扫说 我以利他也就是雅各为你的主 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 并赐他五穀辛酒可以养生 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扫对他父亲说 父啊你只有一样可助的福吗 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扫就放声而哭 以扫为何会失去祝福呢 我们知道在以扫还没出世之前 神就已经说过 大德会服侍小德 当然这是上帝的主权 但我们也要知道 神是不会把人应得的祝福 无故拿走的 除非那人原本就不配 而当我们看以扫时 他的确是看清了他长子的名分 换言之 他是轻叹了神的应许和救恩 他本有许多恩典和祝福 但他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更没有珍惜神的应许和祝福 今天也有许多人就像以扫一样 不明白也不看重神的福音 因此他们总是爱世界胜过爱神 正如以扫贪恋世俗 这样的人看不到原来自己和这世界是败坏 且与神脱节 并活在审判和咒诅里的 当他们看不到自己属灵的问题时 自然就不觉得需要神的救赎了 因此他们追求的不是神 乃是自己的理想和所爱 像以扫这的人的生命里 也没有神的标杆 所以他们一生只有瞎跑 但最终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突然的 就像以扫 他虽然一生都认真打猎 也很随意自如地按着自己的肉体而活 但最后却失去最上好的福分 相反的 当信徒在凡事上都寻求神的国和神的意识 我们就能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 恩赐赏赐 以致我们能继续活在神的恩典和执意里 所以今天以扫的例子当成为我们的警戒 希伯来书十二章 劝勉我们说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无悔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尽被弃绝 虽然好哭窃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法 该怎样加重呢 若我们不想像以扫一样 就要提防贪恋世俗之心 通常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的人 是比较容易看清神的恩典 和属灵的事的 因为世俗的事是看得到 摸得到 也很快就可以满足肉体的 但属灵之事却不是这样 但爱世界过于神的人 最终必会吃亏 以扫和他的后裔的结局如何 凡爱世界的人的结局也会如何 因此我们要发现 属灵祝福的价值 我们要明白 信徒在地上日子里 所可以得到的最大福气 就是能听信神的话 且得着圣灵 也借此能享受与神亲近和同行 爱我们的上帝 不但是要给我们身体健康 成功 家庭幸福等祝福 他更是要给我们救赎恩典 永恒的冠冕 心灵的平安喜乐 等属灵福气 其实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但这样的福气 是唯有能分辨 何为粪土 何为至宝的圣土 才能享受到的 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 以扫看重一碗汤 过于长子的名分 那本应该被珍惜的至宝 在以扫的眼里 却变为粪土 他果真身在福中 不知福 也缺少了认出至宝的眼光 若我们要蒙恩 就先要得着明亮的眼睛 以致我们能够在凡事上 发现神所预备的祝福 另外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要轻叹神的话 叹清神的话 就是不信他所说的 也不顺从他的话 当人藐视神的话 不把神的话当真 也不按着神的话而活时 必会面对神的审判和管教 那些虽然身在教会里 也时常接触到神的话 却不珍惜和跟从神的话的信徒们 都像以扫一样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 我们要从以扫的例子 得着警惕 若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真理 得知了福音的奥秘 而若耶稣也已经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还清我们的罪债了 那盼望我们不要 身在福中不知福 更不要践踏神的儿子 或轻视神的恩典 我们乃是要学习 信靠神而活 凡事不可偏离他的话 也以他所看重的为重 看轻的为轻 也不要嫌弃属灵的祝福 乃是凡事找出感谢神的理由 并且正因为我们把神的使命和话语当真 我们也要好好在主里装备自己 以让自己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求神让我们都看到他和福音的价值 以致我们一生都愿意紧紧跟随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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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